看遍整个NBA单论利棍单打这一块 这个十大排名绝对公正 利棍单打指的就是 当球队陷入僵局时 只要把球交到他们的手里 然后队友全部拉开空间 看他们的表演就行了 一个顶级的单打王 很有可能会一个人带走比赛 第十位 德怀恩伟德 伟德的单打技术在NBA里 一直都是顶级的存在 我们都知道伟德的速度极快 有些人厉害是因为他们的招式特别多 每一招都能要你的命 让你防不胜防 有些人厉害是因为他就是一招 但你就是防不住 这也就是我们说的一招先持变天 而伟德就是属于后者 说到这里肯定有很多人有不同的意见 虽然伟德的进攻技巧也有很多 但他所有的进攻技巧 都是依赖于他极快的速度 以及强大的身体素质 我们都知道伟德有一招叫做迷宗步 就是伟德在突破时 极具迷惑的特殊步伐 而且变向幅度也是极大的 这就需要极快的速度和强大的爆发力 我们通过伟德晚年的视频观察 身体素质下降之后 伟德虽然还能依靠自己的进攻技巧得分 但是进攻效率已经是大大的降低了 第九位勒布朗詹姆斯 NB当中有一个最大的谎言 那就是詹姆斯没有技术 不要被他那一身肌肉给骗了 早年轻的詹姆斯的确如此 在骑士1.0的时候 詹姆斯的主要单打手段 就是靠着他极快的速度和强壮的身体 直接杀入篮下造成杀伤 早期的詹姆斯由于还没有增重的原因 他的速度非常的快 当时连后卫都跟不上他 在来到热火的时候 詹姆斯增重了持后 靠着他的体重和力量的优势 几乎就是坦克式的突破 毫无技巧可言 在三巨头的第一年被小牛击败之后 詹姆斯痛定思痛 他练出了很多的进攻技巧 比如背身单打或者是持球三分等等 如今詹姆斯已经是38岁的高龄 他的身体素质已经下降得非常明显 但是他现在依然可以逞军接近30分 如果他什么技术都不会的话 是不可能完成现在的成就的 第八位 凯利欧文 到了恩兵的级别 单挑这种事情 除非你用极其恐怖的身体素质 可以完全无视对方的防守 否则你必须拥有极强的投篮能力 和优秀的控球技术 而欧文就是现役球员里 人球结合最强的球员没有之一 他在场上那些华丽的运球技术 就是他最强的武器 欧文的球风华丽且风骚 而且速度很快 节奏也很好 再加上欧文的投射能力也极为不俗 虽然达不到大市级的水平 但是中距离投篮这一块 还是手拿把钻的 所以欧文这种两项都占的球员 在立冠单打这一块 就非常的占优势 欧文只要在场上 球队就会给他安排大量的单打战术 看欧文打球 简直就是一种享受 这也是他人气高的原因之一 第七位 詹姆斯·哈登 哈登自从被阿泰走了一下之后 整个人仿佛打通了任督二脉 尤其是到了火箭之后 仿佛一夜之间就领悟了所有的进攻技巧 哈登的球迷应该都知道 他的后撤步极具威胁 尤其是他运球过后的第一步登地 又快又猛 再加上他衔接的拜佛 这一招在哈登巅峰的时候 简直就是防不胜防 我们刚才说过 立冠单打运球技术和投篮是最重要的 运球技术来讲 哈登是NV现役最顶尖的存在 投篮水平的话 哈登也是顶级射手之一 别看哈登平常的三分球命中率不高 常年保持在37%左右 但这其实是哈登在 他做那些花里呼售的动作 然后再投篮的难度非常大 再加上对方的严防死守 所以命中率才不是太高 但其实哈登的空位命中率 是超过40%的 巴克利在一个娱乐节目中 称赞了哈登 他表示哈登是他这辈子 见过的单挑能力最强的球员 第六位特雷西麦格雷迪 麦迪作为四大分位里的顶级得分手之一 他曾经在猛龙的时候拿下过两次得分王 巅峰时期的他就连科比都对他赞不绝口 麦迪的身体天赋是四大分位里最好的 得益于他极其变态的身体天赋 让他在过人和投篮的时候都非常轻松 麦迪第一步启动速度非常快 被誉为只剩最快的第一步 再结合上他优秀的弹跳能力 加上他本身投篮就很准 麦迪的干巴非常的可怕 不管前面的防守者是谁 他都能够轻易的得分 麦迪身材非常高大 要比一般后卫高很多 所以在立棍单打的时候 就会更加的具有优势 第五位卡梅罗安东尼 瓜哥作为03白金一代的炭花狼 身体天赋这一块也是顶级的 号称进攻万花筒 瓜哥的三威胁是教科书级别的 进攻手段非常的全面 单论进攻而言 就没有他不会的技术 瓜哥的身体非常强壮 他2米01的身高 体重达到了108公斤 正在小前方的位置上 属于非常高大的 他打一些个子比较低的球员 他可以在内线背打强吃他们 打那些高个子的球员 瓜哥可以利用自己的持球三威胁 在外线发动进攻 尤其是他快慢节奏的变换 更让防守人摸不着头脑 再加上他的三威胁 让防守者根本就不敢贴身去防他 从而让他找到投篮的空间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甜瓜得分 第四位 科比布莱恩特 科比作为四大分位中容易最多的人 他的实力肯定是毋庸置疑的 作为一个顶级的得分手 科比虽然有大量的挡拆 绕掩护的进攻 但他自己个人的得分能力 一点也不弱 说到利棍单打 科比甚至还有一个专门单打的手势 这个动作也被詹姆斯看穿 在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上 拿来当笑话讲 而科比本身也承认这一点 我们都知道 科比也是一个极具好胜性的人 他不允许自己的身上 有一点的不完美 所以他的进攻端上 除了三分球之外 基本上没有他不精通的 虽然科比的三分球命中率有点低 但没有人敢放他 因为科比曾经单场命中过12级三分 如果你不管他的话 他完全能够投死你 而且科比的背身技术 也是在后卫球员里面数一数二的 很多时候 科比在低脚背身单打 有一些得分 甚至是副角度出手 第三位 阿伦艾弗森 艾弗森作为90黄金一代的状元 他的身高虽然只有1米8左右 但是他的速度 确实是MV历史上少有的 MV的进攻手段主要是突破 外线投射是他的弱项 很多人都说 艾弗森进攻手段单一 生涯大部分得分都是突破 事实确实如此 但我们在之前就说过 影响能力如果被你做到极致的话 那么他就不再是弱点了 艾弗森的突破 没有人能够防得住 世界上所有人都知道 他下一次会往右走 但那又怎么样呢 你还是防不住他 欧文能用一万种方式过你 而艾弗森可以用一种方式过你一万次 第二位 凯文·杜兰特 杜兰特这种属实是妖孽级的人物 虽说他的单打位置是前锋 但他一个中锋身高的球员 居然干着得分后卫的工作 杜兰特可以说是 NV历史上完全没有任何弱点的球员 比他矮的直接绑起来就逃 比他高的脚步肯定跟不上他 力棍单打在篮球领域上 这个词就是金鱼拿来形容杜兰特的 而且杜兰特的中投极其可怕 基本上已经能和乔丹拌摆手腕了 我们看那些美式单挑当中 基本上都是中距离投篮 杜兰特这种去那里就是bug的存在 当年美国梦之队集训 杜兰特在训练营里打爆了乔治和布克 以加奥拉迪波等人 戈比曾经眼亲口说过 他一直到退役都不知道杜兰特该怎么防 因为他的身高 他不管打谁都是错位 单挑得分上对他来说就是易如反掌 第一位迈克尔乔丹 单论单打这一块 乔丹可能比杜兰特稍微差一点 因为乔丹虽然中距离很准 但三分球能力跟杜兰特比差太远了 但杜兰特有个致命的缺点 就是体力太差 而乔丹是一个体力怪 他机场能够打满48分钟的比赛 到最后也不会出现腿软的情况 再加上当时公民的三角进攻战术 就是给乔丹找大连的单打机会 乔丹基本上很多得分都是单打拿来的 十个得分王也不是吹出来的 当乔丹在第一位要到球的时候 几乎没有人能够防得住他 最可怕的就是 明明防守人已经做到最好 但乔丹依旧把球投进 对此你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在评论区下方留言讨论 好了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朋友可以长按点赞三到五秒 给我一个超级推荐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